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氏弥谷,不慌其处, 忧心恐旧,我行不来。 笔尔为和,为常之化, 笔鹿思河,君子之车, 荣车计驾,四母夜夜, 体感定据,一月三节。 驾笔四母,四母睽睽, 君子所义,小人所肥, 四母义义,向你渔福, 岂不日戒,闲云空极。 昔我王已,阳柳依依, 今我来似,欲雪飞飞。 行道迟迟,再可再寄, 我信伤悲,莫知我哀。 上来,一共是八句。八句,你仔细分析, 两个主题。 采薇采薇,微义作止, 月归月归,岁欲目止。 古代人,我们看左传。 左传,齐国君主派大将军带着兵去首编。 是种瓜,种瓜的时候去,摘瓜的时候回来,有时间限制。 所以这儿,用碎一目指,实际上暗示着我想家了,我应该回家了。 但是下边来了一句,你使命驾,闲云之故,不慌起居,闲云之故。 我所以没有驾,是因为闲云。 我所以不慌就是没有时间起居,起居就是在家里边坐着跪着。 起居就是和平生活,也是因为闲云之故。 所以八句诗,两个主题。 一,思想主题。 二,战争主题。 所以这个作品,像交响曲。 贝多芬交响曲,一开始展示部,奏灵曲,两个主题都出来了。 接着下面就开始,先发展什么? 思想主题。 采薇采薇,微义柔止。 月归月归,心义悠止。 忧心烈烈,宰鸡宰渴,我树未定,迷失贵品。 采薇,薇是一种野豌豆。 说薇,那个薇已经长得很高了,变得很柔软。 我想月归月归,我想回家。 我的内心充满了忧伤。 我的忧心像什么? 忧心程度很长浓郁,像鸡,像渴。 鸡渴大家都认识。 又是在古代,大家都经历过。 内心忧伤怎么去形容它? 用大家常遇到的鸡和渴这种现象去形容。 形容那种抽象的,不太好理解的忧心。 这是文学打比喻的一个原则。 要用具体的比喻抽象的。 用容易理解的,比喻那种难以连传的。 接着下来,我书未定,我书编的地方不定,意味着战争规模大。 战场远,总是在转移,迷失贵拼。 没法使我的人去回家什么,诉消息。 这也是贵子的口吻。 贵族打仗,可能带着自己家丁跟着。 所以,这透露了一个情形。 古代能上战场的,是贵族,有身份,起码都有公民权。 按照现代话说,你才能上战场。 你没有公民权,上战场打砸,不能直接冲锋陷阵的。 所以战争是一种荣耀。 接着,采威采威,威亦刚指,岳辉岳辉,岁亦阳指。 王氏弥谷,不遑其处,忧心恐就,我行不来。 也是,岁亦阳指。 这个阳,好像是到了秋天十月份有十月小阳春,也就是岁月晚了。 王氏弥谷,所谓王氏弥谷,就是王氏力做好。 不遑其处,其处就是和平生活。 忧心恐就。 我行或者我行,就是我外出,不能回家。 前边这是几张,主要是表现那种思想情绪。 所以用的那个调子就是越规越规,多多少少一点缓慢。 下面,下面是几张,开始表现这个战争主题。 说,比你为何,为唐之花。 比洛斯河,君子之车。 荣车计驾,四亩月月,岂敢定居,一月三节。 你,你,是茂盛,这个耳,它是甲戒字。 它应该写作一个草字头,一个耳,茂盛。 说,比你为何,为唐之花。 说,那花是什么?是唐帝花。 这个有可能跟下一句比洛斯河联系起来,可能是战车上涂的那种花纹。 注意,战场上也用兄弟花,所谓上阵亲兄弟。 比洛斯河就是大车,谁呢?就是主帅驾的这个战车。 比洛斯河,君子之车。 在这儿是那个贵族的上级。 你注意,上了以后用提顿的这种问句,一问一答,一提一顿, 使这个句子变得顿挫有力,来表达战争主题。 这个是艺术上很讲究的。 说,荣车计驾,四亩月月,岂敢定居。 荣车,注意,是战车的,就是战争中武装起来的车,叫荣车,四匹马。 四亩月月,月月月就是强壮,四匹马,非常强壮。 我们哪里敢定居? 跟这个我行不来啊,这相应。 一月三劫,一月有的本子做一日。 三劫,劫,劫。 金文里有,就是堵劫。 也可以有人读成劫,就是交火。 战争很频繁,一月三劫,这个三就是再三的。 不论是捷报,获胜,还是抄,抄敌人后路,堵劫,还是揭,就是交战,都是写战争频繁。 这个句子,表达战争主题,突然就开始用了紧凑的句子。 接着,甲比四母,四母睽睽。 说,军子所翼,小人所飞。 四母翼翼,向米于福。 岂不日戒,仙云空击。 说,架起四母,四匹公马。 所以古代打仗,此马是不能上战场的,因为他胆子小。 另外,就是做过手术的,也不行。 因为他说,大人小,只有那种熊马。 魁魁然指他们那个枪状。 接着,军子所翼,就是指那个战车。 是军子所平于指挥战斗,冲锋陷阵的。 小人所飞,飞是跟从。 这是一种解释。 还有飞是遮蔽。 有点像坦克作战,大家跟在战车后边。 四母翼翼,翼翼就是整齐帽。 象米于福,指那个武器。 象,这个象子就是象牙的。 米是什么呢? 是米那个弓箭的那个弓,跟那个弦交叉的那个地方。 要装点上一些象牙。 于福就是鱼皮做的什么,剑套子。 就是那个弓箭装到套子里面。 用这个来强调,均荣成齐。 岂不日戒,我们天天在警戒。 为什么? 咸云太嚣张了。 军情太紧急了。 所以你看,前篇几章。 一个是思乡主题,一个是战争主题。 思乡写得那么千长挂肚。 那么千灰白状很柔。 战争写得很紧张。 注意,只有懂得爱家庭的人,爱和平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应对战争。 他知道为什么而战。 所以前面思乡,你甭管他。 说这个思乡还打得了仗吗? 对了。 约是这种家,把家看得很珍贵的人。 他为了捍卫这个家,为了捍卫这种起居起处的这种和平生活。 他毅然决然走向战场,是出一种道理。 这种人,他不是雇佣兵。 是为了打仗,是为了赚钱。 不是。 所以这种人战场上很勇敢。 接着下面一段是最有意思了。 西我王乙,杨柳依依,今我来似余雪飞飞。 行道迟迟,载可载寂,我心悲伤,莫知我爱。 这个格调,总结了全篇。 西我王乙,杨柳依,这写柳树。 杨柳就是垂柳,或者是什么,蒲柳。 这个解释上有分歧。 总之是古代家庭、农家常见的一种树。 中国人这个柳树,有人研究它,已经在新时期,早期就有这种, 人们在考古域就筛那个种子,就筛出了柳树的这种种子,就种柳树了。 它是生活中我们最熟悉的什么? 一种柳。 杨柳,就是杨柳不是杨树,就是一种柳树,一种柔的。 相当于蒲柳或者垂杨柳式的东西。 所以这个诗写的它特别熟悉,这个柳树代表假。 另外,因依依,我们现在说依依不舍。 如果从意思来讲,这个依依可能是阴阴的意思,就是指杨柳茂盛。 但是用了个依依,它没有用阴阴,没有用茂盛,表达了一种不舍。 我离家的时候,正是冲光明媚,杨柳。 杨柳清脆的时候,春风一摆。 我离家走投上战场,好像柳树向我招手不舍。 就这个场景,这几年的战争,时时的魂牵梦绕出现在我的梦境中,这是我热爱的那个家。 但是我来,我却没有赶上。 我来的时候确实恰恰是什么?到了深冬季节。 这个时候漫天飞雪。 所以越往家走,我那个家好长时间不见了,变得什么样子呢? 唐诗有尽香情更怯,不敢闷来人。 所以行道迟迟,载机载渴,内心中齐上八下。 就是煎熬。 越是想回到那个家,又不敢去看他。 我心伤悲,莫之歪。 我这种悲哀,有谁能体会。 那么这个诗的格调是什么? 两个字概括,感伤。 浓郁的感伤之情。 所以后来人写柳树,怎么写都不如这两句。 西沃王以杨柳依依那么传神那么得柳树的魂灵。 为什么? 他传达了一种感伤的情绪。 所以你看,这首诗作为一首艺术性很高的一首诗, 他传达的是中国人对战争的一个看法。 战争是不喜欢的。 中国人自古以来没有通过战争到而去抢劫发财的这种意识。 战争是有闲蕴之雇, 闲蕴之雇, 它使我们失去了家庭, 失去了安静的生活。 怎么办? 我们必须应对。 应对的时候要勇敢, 要跟他破命。 但是我们还是留恋不已的是和平生活, 是我们那个家。 当我们外出了好长时间回不了这个家的时候, 生命实际上, 因为我们战争完全是一种消极的被强下于我们身上的。 它是无意义的。 虽然我们在捍卫这个和平生活, 但是我们不过是把生活又恢复到原状而已。 所以对这种生命的虚好感。 所以回到家, 看到好长时间不见的家乡, 有点物是人非, 这个家乡充满了感伤情绪。 所以就表现为这八个字, 西沃王以杨柳云, 金沃莱斯, 鱼血飞飞。 所以这四句诗构成了一种光景, 传达了诗人那种非常复杂的感伤情绪。 实际上它也表达了这个民族对战争的那种整体评价。 所以这个诗我相信也是一个典礼上安慰将士的一个诗。 虽然它用我好像是战士自己做的, 实际上我们不要小瞧古代诗人那种造诣的本事。 因为这种东西它在典礼中传达的是一个整体的一种精神情怀。 所以它对战争这个评价值得我们高度的重视。 所以不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 这都是上品, 实际亚诵里边的上品。 战争我们刚才说过, 还有一些对南方的战争。 在北这个诗提到咸云, 我们得讲几句。 西北在今天的俄尔多斯这一带, 在商周之际有一个草原文明。 这个草原文明,注意, 是个青铜文明。 也就是说它们能造青铜器。 我们看到的什么? 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文里面, 打这个咸云。 说咸云亲到我们陕北地区, 净水流域。 我们派将士去打, 注意, 曾经俘获过他们的战车。 也就是这个人群注意。 所以有人说他就是匈奴。 说咸云跟匈奴古代读音相近, 好像不是。 因为匈奴人是不是能够造青铜器, 造战车。 好像根据比如说史记的匈奴传, 汉书的匈奴传你看不到。 所以这不像是一个人群。 俄罗斯这个草原人群后来就被埋在沙尘里边, 后来是什么考古发现的。 应该是这群人走了以后, 匈奴人可能更后来才在北方草原上强大起来的一个人群。 而贤允这个人群对西州实际上他从中期以后就开始构成威胁。 所以周王朝在西北方面就经常受他的打击。 而且到了宣王时期出现了什么情形呢? 就是北方草原大汗。 所以贤允有时候六月份。 诗经里有一首诗叫六月, 宣王北伐, 那是宣王初期。 因为北方大汉匈奴人六月份就开始进攻中原。 一般说贤允进攻中原在秋天, 结果提前了。 有这样一首诗, 就是六月篇。 那次派的是尹吉辅。 我们说这是在西北方的战争。 所以战争规模是一个关乎生死的。 所以亚宋高度重视。 在西北方的战争规模是一个关乎生死的。 在西北方的战争规模是一个关乱。 commands。